受邀和喇喇隊員合照YouTuber 臺南Josh笑到何不龍嘴 也讓不少球迷看了好羨慕 模仿走進木板區 沒想到不但被酬團告知 不能進入甚至右胸口 還遭到中職聯盟保全打了一下 自身球迷吞不下這口氣 氣到PO文抱怨引起熱議 原來事發當天是端午節 許先生好意買冰粽 想分送給喇啦隊被制止 才會引爆導火線 目擊民眾事後留言還原過程 是當事人往前逼近工作人員 擔心會爆發衝突 保全才會 出手推開 警方事後將雙方帶回警局 保全強調只是要把雙方架開 沒有意圖要打人 但還是哀告傷害 對此中職聯盟目前沒有回應 仇團則發聲明澄清 僅邀請YouTuber站到臺前合照 沒有進入管制區 後續執勤也沒有暴力行為 對於非理性人士擅闖深感遺憾 只希望仇民能夠遵守規定 給予最大支持 三日新聞 陳翔 新疑 新北三網報導